這是快捷鍵的儲板 所以到時候我們這個上面要怎麼排 等一下再討論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以Word來說 Word的Ctrl 第一個是Ctrl-G Ctrl-G是跑 Word的 等一下滑鼠先滑牙 Word的Ctrl-G是什麼 Ctrl-G 是這樣 Word的Ctrl-G是這樣 那這時候如果說我們按這個 它就能取代鍵盤了 然後譬如說我們先試Ctrl-C跟Ctrl-V這個常用的鍵 給老師看 Ctrl-C按一下 再按一下Ctrl-V 有沒有 然後Ctrl-Z是復原 就可以用 Ctrl-D我們試試看是什麼 Ctrl-D出來是這個 還有一個是Ctrl-A 所以在別的軟體 因為它已經是取代 用那個Arduino 它這一塊已經取代 鍵盤的快捷鍵的工作 所以我們小朋友 就是不用再用鍵盤 這樣太遠的距離 它按按鍵後 就可以取代Ctrl什麼的功能 大概是這樣 謝謝大家 這個東西 那是Ctrl-V 那是Ctrl-V 那是Ctrl-V